好,我們是各州的組長、組長、各位夥伴 我們葉純麗縣處長,大家好 好 抱歉我們今天沒有穿綠,穿得很藍 抱歉因為每次這樣都會,最後都會有照相 所以我想說我們穿好像不太好 抱歉這個不配的這個場面 所以我還是很正式的 瓜哥哥還在想說,那為什麼要減太 甚至很多的產業也在懷疑說 那你減太以後,我們的競爭力會受影響等等 但是一年多來,大家慢慢就有共識 覺得這是該要做的 可是該要做,怎麼做 我想我們最少聽到的都是說 啊,那 比如在生能源啊 對不對 把電力的這個排彈降低,大家都達到 所以我們就說,那你經濟部 能源局,你用家裡趕快去做 但是第一,在生能源丟到最後 所以一定會看到說,2020目標得達到 因為電力還要吸入,長不大 那為什麼長不大 經濟部很努力啊 行政很努力,為什麼打不到 那你需求一直增加嘛 那你所有增加的都被需求 被成長吃掉了 那你的大油會打不到 那需求成交,那為什麼降低 那應該你產業,製造業,你就少用一點電啊 可是各位喜歡想 我若是製造業,我現在的生產模式 我照樣可以過利 我為什麼要去改變 我照樣用這樣的電 產生的成本 我的產品照樣消費者買單啊 那我為什麼要去改變 我們來講說啊,不要過度包裝 可是這種包裝不要讓消費者照額付錢 產業與魔力為目的 不管你是生產還是木業 那只要消費者買單 我賺得到錢 那我當然就願意做 所以 我們再講 簡單 大量關心的都是現在都是在說 什麼增加債事人員 將近看的就是什麼 電力還要係數 但其實我們另外很重要的是 節能 怎麼樣少用 可是少用 我剛才講的是說 你不管是製造業還是服業 消費者買單 它沒有必要改變 因為它實現 持續照耀費有過利 它沒有改變的動機啊 所以 我們今天這個國民隔天館 非常的重要 就是 我們很多的改變 必須要從我們的生活的形態來做起 當你生產的東西 火不滿單的時候 它就必須改變 你不用法規管它 因為它聽著力 人家都買假的生產力 不買一種的 你以後要想辦法去改變 所以 在整個 所謂 減碳的動機裡面 行為的改變就變得很重要 因為我們生活形態的改變 可以 創造很多的 減碳的動機 就像說 我們在這修 西歐邊的應用法 裡面有一個 以往一直被探索記 沒有人有 可能在座大家會知道 因為大家有關鍵管道 可是其他人 因為我們以前看足跡是自願的 所以 比較願意做的長照片 他就來申請 他就標示 可是沒有標示 讓他照賣 那這種情況下 他身材可快怎麼去選擇 他沒有辦法選擇 他不知道你有標示的是好 還是不好 所以我們在新法裡面 未來我們就可能 我們強制你不要 同一個產品 同一個時間 所有人都不要 那讓所有人 你特別在買產品的時候 買商品的時候 沒有一個選擇說 告訴你 我關心環保 那我從這一個項目 我就可以去選 我比較滿意的產品 那幾乎也會 回頭就是這樣 讓你 看足跡比較高的產品 市場的競爭力會降低 他這個時候 舉個例子說 我們要修法去做 但是 很多東西 不是公平的去想都可以 我舉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之前在講這個 購物用塑膠袋 那以往最開始 大家比如說 因為購物塑膠袋 不能給我們對比 所以要請完賣 那要請完賣 就講說 可是你賣了一塊錢 好像是暴利 對不對 然後就希望說 我們希望它厚一點 所以它可以重複使用 所以應該給我們變成塑膠袋 反而 塑膠的用 因為工量越來越多 因為你每個袋子要求 一定有多厚 對不對 後來我們就說 如果是這樣 我們可不可以改一下 減塑 所以我們就叫你薄一點 你知道嗎 要薄一點 就還賣一樣的錢 然後我們就覺得 可以 同樣用這個多數 就要在 我減了多少的塑料 消費 對不對 結果我們回去 我小孩跟我想說 你為什麼這樣改 我說我請塑嗎 他說我還是用塑膠嗎 而且你不讓這些廠商賺更多錢 他說我願意付錢 但是你叫它改成紙袋 因為我們現在只能回塑那麼高 也減少塑膠的使用 我一度說 怎麼沒有想到 那就是我們在行政部門有時候很容易就是 我們現在不要是減塑 雖然是真的那個塑 我一直在想說 怎麼那會越來越少 就會越好 但是沒有選到說 我根據就不要換一個材質 說不定更好 當然我這個是隨便取個利益 那我想在這個意思就是 我們今天這個公民開放非常重要 因為 我們不要長期就是從 從上到下去決定說 我這個什麼東西要換 那什麼東西要換 那什麼東西要換 而是透過這樣的公民的參與 我們可以幫助更多 其實我們在我們身邊都可以做 但是有時候 角色不同 觀點不同 你不會發現 因為很簡單 很重要 但是你不會發現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我們找出更多 我們可以做的東西 那麼因為 行為的改變 全民的所謂 近領域生活 那就是除了說大家從 觀念產生 然後進到生活裡面 變成是你行為的一部分 我常常跟他講說 很多外國人來講說 台灣 路上 連火米香都沒有 可是 我們現在 我們所有的在座 我們所有的國民 當你產生廢棄物的時候 你在外面有個塑膠袋 有張紙的時候 大家都怎麼做 可能你會先放火袋 對不對 或找個袋裝起來 找到適當的地方才丟 你不會覺得說 我隨便就應該要有地方讓我丟 或者說說 別為我們就丟這裏上 那這也就變成是 大家的等於是 基本的 等於生理行為上 你會覺得這樣才是對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能夠找出很多的東西 要不要通過觀念 通過大概很多東西去做 然後讓這一個東西 進到生活裡面 就像我們剛剛講說 你很可能自然 未來日本貨田水第一個 如果大家動標 你會先去看看 它的碳足跡是多少 那它變成是你選擇的一個 重要的項目 反過來 它會逼死這些生產者 它必須是正視這個問題 好 所以我想這個是 我們這個很重要 去收集大家 關心的事情 那當然更重要的就是 我們也希望在這裡能夠採出 就是 他們說我們現在常在講說 要被弄電動機車 或者說像以前 我們常常講說 減少空氣污染 所以 大家多時有沒有大眾耶穌系 多少年以前我常常想說 那時候離開台北 四西北市以後 有多少地方有大眾耶穌系 那你老是叫你老百姓去使用大眾耶穌系統 然後不用好像是他的錯誤 可是它沒有系統可以用的 保證沒有系統可以用 所以這個就變成說 我們除了讓民眾產生這個觀念 也要讓他產生這個需求 那麼剛剛講的 我們要求產業改變產品 其實一樣你可以要求公布 去改變你的 好 他們說那你要民眾少用車 那你就必須要提供足夠的大眾耶穌系統 那現在沒有辦法提供是為什麼 我們常現在一個 計算單單生機 你說加拿大眾耶穌系統 又沒有人要坐 因為民眾說沒有車可以坐 當然自己開車比較方便 到處就是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 我們透過這樣的 大家的公民參與 把它建立出來 讓大家當中的這個觀念 最後它會形成這個需求 能讓它的環境變成可以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 尤其是我們這個題目 在整個檢測經營台放的這個過程 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可以對很多的工作形成一個推力 因為民眾有這個共識 觀念願意去做 那麼它才會產生改變 好像我們在講 我再舉個例子說 我們常常講 我電動機車 那很多人會說 那我們為什麼 電動機車推不好 所以很多人都指規矩 因為太貴 所以政府你要補貼 可是問題 你看到很多的 縣市裡面 它根本沒有騎電動機車的擺進 因為換店也不方便 很多人怕怕騎到中庭停下來怎麼辦 對不對 那也就是不是說 民眾要不要 或者說買的貴或便宜的問題 可是它根本沒有那個環境可以用 所以這些就是 我們要透過這樣的活動 當然去公司看法做法 然後可以推出去 讓更多的民眾去知道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要求 那你應該改善這個環境 我願意用電動機車 跟你你有責任 不管是你廠商 還是你公務 要建立這個環境 讓我們可以有什麼 因為我願意 那我們常常很多人說 我願意 我沒有那個環境可以做 我只好將就能繼續使用 這些事可以 所以我想今天 因為是啟動 所以 非常重要 然後我們還有調機場 一個建築期到時候 特別跟大家分享多一點 那我們有很高的期望 因為 我們常常跟他講說 我們台灣有的人講說 你們這幾年 把你今天好 變乾淨 我說你是這很厲害 是我們國民厲害 因為我們的國民素質提高 大家都要求 大家都願意做 它就會變好 所以我相信簡泰也是一樣 東盟這樣的一個 大家的共同來努力 那我相信他 還是有機會 可以成功的 再次謝謝各位今天的出席 也希望謝謝大家 可以有很豐富的守護 祝大家 身體健康 恩師努力 謝謝 謝謝 謝謝